哈喽大家好 魔兽世界国服已经回归一个多月了 但是对于Mac用户来说 确实一言难尽 停赋以前玩得好好的 回归之后却玩不了了 以至于有部分玩家开始想各种方法 装系统 虚拟系统 第三方应用 原电脑等等方法 效果都不是太理想 我比较怕麻烦都没有去搞 今天我就以试试看的心态 不想还真登上去了 左边是我的亚服站网 右边是我的国服站网 亚服站网可以选永久60级版本 国服目前只有无瑶网版本 之前点击进入游戏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 那么今天点击之后 倒是顺利的启动了客户端 然后到了服务器选择界面 确定后提示游戏没时间了 这不是官方说过有免费的14天吗 在站网直接点击官网 主页就有领取时间的入口 然后重新登录 再次点击领取 选择账号确定 回到站网 提示已经有14天的时间了 然后启动游戏就可以了 第一次载录的时候呢 爆错了 第二次就成功登录了 国服的人果然是多呀 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那么有的小伙伴是看了我之前的视频 在客户端后面加上01切换到了亚乎去 那么现在也可以把01去掉切回国服了 重新打开客户端让我们选择地区 这个时候呢只有中国可以选 然后更新好就可以上波服了 就是这样 好了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给一个一键三连下回见